台湾梅花鹿 台湾梅花鹿为草食性动物 为台湾特有芽种 梅花鹿是草食动物 在生态戏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既是高阶侵蚀动物的食物来源 也影响了植物被在掩涕与消掌 野外族群绝迹之后 为了让它们重新回归山林 墾丁国家公园在1984年引入梅花鹿 开启梅花鹿赋育计划 这也是台湾生态保育意识萌生 初期最具代表性的保育行动 台湾梅花鹿在每年的10到12月 进行交配 主要之配种季节为11到12月之间 为一短日照季节性生殖之动物 隔年的6到8月则为其生产期 产出后代 雄性有角 雌性则无 梅花鹿的主食为树叶 它们通常在固定的地方觅食 中午时分梅花鹿们 常会在树下静卧打个盾 或是将刚吃过的东西反觉 梅花鹿很爱干净的呢 春天换有成白斑的下毛后 就经常去用嘴修饰它们 不过秋天换成颜色较深的东毛后 雄鹿反而喜欢把自己弄得一身泥 以吸引雌鹿的注意 梅花鹿身性敏感而激紧 若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它们会马上伸长脖子 瞪大眼睛进入警戒状态 所以下次去新竹市立动物园 寻找梅花鹿的时候 记得别吓到它们啰